许多人印象中 鱼雷是靠触碰到船舰 或是根据船舰发生的噪音 跟踪到螺旋桨附近引爆 但这种碰炸的方式 近年已经迅速被船体下爆炸法所取代 那么这种几乎可以把舰体炸成两段的鱼雷 究竟有多么的恐怖呢 2012年 韩国普相级巡防舰天安号 在黄海疑似遭到朝鲜潜艇发射弹头 重250千克的CHT-02D型鱼雷击沉 该枚鱼雷在天安舰的舰身中段 下方三米处引爆 气泡喷流的威力直接把舰体打成两段 并且在数分钟之内沉没 导致46名官兵死亡 天安号被打捞后 放置在天安舰纪念馆 有照片可以看出 舰身中段约9米长的舰体 被爆炸威力完全摧毁 2020年 台湾地区货批购买美国的 18枚MK48潜射重型鱼雷 以及备料测试设备 运输器 培训与技术后勤支援等 项目已由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 正式通知国会 此军售金额为1.8亿美元 也就是一枚鱼雷约1000万美元 MK48型鱼雷 也是美国海军 与其盟国潜舰的主力重型鱼雷 并且为反舰反潜双右鱼雷 这型比很多飞弹还贵的鱼雷 究竟有什么样的本领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台湾从美国购买的这款 非常出色的潜射反潜鱼雷 MK48型鱼雷 MK48型鱼雷 是美国海军潜舰的主力重型鱼雷 能够对付水面与水下的各类目标 主要装备在核潜艇 用以攻击潜艇和中大型水面舰艇 为对付性能日益先进的前苏联潜艇 1962年 美国投资67亿美元巨资 开始对MK48鱼雷进行招标研制 于1971年研制成功 1972年正式批量生产并投入服役 以替换原来服役的MK37和MK14型鱼雷 经过40多年的发展 MK48鱼雷 已形成了MK480-12345-ADCAP-67等9个型号 其中MK484为基本型号 早期的MK481型鱼雷 单价约50万美元 1984年MK484单价98万美元 1988年定型生产的MK48-ADCAP 则价格昂贵 1998年单价就达到了350万美元 如今考虑到通货膨胀 技术更新换代等原因 价格更是水涨船高 40多年过去了 价格已经在500-600万美元一枚 早在上世纪70年代 美国海军的鱼雷型号就有接近40种 由于水下战场远比空中复杂 研制一种高性能新型鱼雷的费用 甚至比研制一种新型导弹还要大得多 据海商力量等资讯报道 除研发异型主要用于攻击敌方航空母舰 直径高达711毫米的超大型鱼雷外 美国国防部决定在2020年之前 不再为美国海军研制新一代的大型鱼雷 发展重点则放在了对MK48型现役鱼雷的技术改进上 MK48鱼雷大致分为五个单元 导引部 弹头 动力控制单元 燃料箱 尾部推进器 鱼雷最前端的导引部分 包含主动和被动声纳 相关的讯号处理系统 电子支援系统 以及电力供应单元 弹头紧接着导引部 包含多段引信与炸药 动力控制单元 是控制鱼雷的主要核心单元 包括指挥电脑与陀螺仪控制系统等 燃料箱用于储存推动鱼雷的燃料 尾部是鱼雷引擎和推进器 也包括控制方向多的液压系统 MK48鱼雷长5.85米 直径533毫米 重量1582公斤 航速55节 航程46000米 最大航深1200米 动力系统采用奥托二型燃气轮机 系统功率500马力 具有高能量密度 低噪音 无尾计等特点 鱼雷战斗部 为装要100到150公斤的爆破战斗部 单雷命重 可击沉一艘大型潜艇或中型水面舰艇 MK48鱼雷威力大 具有反潜反舰双重功能 制造系统先进 属智能化鱼雷 除此之外 航速高 浅身大 特别适合攻击大深度高速潜艇 和中大型水面舰艇 MK48有两种主要型号 第一种是原始型 包含衍生的修改升级型 0-4 第二种是包含无以后的各型MK48鱼雷 称作先进能力型ADCAP ADCAP开始在美国海军服役之后 原始型陆续推移 先进能力型ADCAP包括了两项改进 一项是制导和控制 另一项是鱼雷的推进单元 制导和控制方面改进了升学接收机 用改进技术更换了制导和控制装置 通过处理增长的软件需求 扩大了储存功能和改进了处理器 提高鱼雷性能应对变化中的危险 鱼雷推进方面 通过战术上的措施 来减弱鱼雷辐射产生的噪音信号 MK485先进能力鱼雷 是用来取代MK484鱼雷的 该型鱼雷比海军历史上 任何潜艇发射的鱼雷 有更快的速度 更高的精准度 能够有效地对付水面舰艇 和潜艇的威胁 它是一重型升辐射自动导引鱼雷 具有先进的声纳 全数字化的制导与控制系统 数字化引信系统和改进的推进系统 它的数字化引导系统 可能通过程序升级 来进行多次的改进 应对不断变化的威胁 最后的新先进鱼雷 于1996年交付 2002年研制的MK486型鱼雷 采用成熟的蓝金闭环发动机 进一步降低了噪音 同时可以通过下载新的作战软件 来实现数据更新 按照以往的做法 MK48型鱼雷的服役期为6到8年 然后被送到维修厂进行升级 返回舰队后的8年内将不再进行更新 而新的改进方案 使鱼雷可以在舰艇上进行软件升级 提高了鱼雷的智能化 MK487鱼雷 源于通用宽频先进声纳系统计划 这是一个与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 联合发展计划 它将引入一个新的宽频声纳系统 以实现作战带宽上的重大提升 该系统将引进新的宽频运算法则 以保持深水性能参数的同时 提高潜水中抗干扰的性能 随着澳大利亚皇家海军 开始拥有MK48先进能力型鱼雷的维护能力 两家海军可以进行 在澳大利亚水域进行的联合作战测试 MK487鱼雷于2006年形成初始作战能力 美军目前最新重型鱼雷就是MK487 但仅供应北约成员 如荷兰、加拿大 以及与美合作发展7型的澳大利亚海军 其余国家所能获得的最先进型号 就是本次授台的MK486重型鱼雷 实际上 台湾2017年就已购得46枚该型鱼雷 包含36枚战雷、4枚操雷及6枚迅雷 总价为2亿5000万美元 台湾为迎接这批新伙伴的加入 海军司令还委托知名建筑事务所 进行了重型鱼雷厂房整建工程的规划设计及建造 台湾装备的MK486AT重型鱼雷的射程、航速、导引系统 都比海军现役老旧SUT鱼雷有相当大的优势 武器、有效性和战备能量都得以确保 美国国防厂商生产的MK48鱼雷家族 对后续衍生型的性能持续优化 使得MK486AT鱼雷发射后音讯获得有效压抑 被攻击的舰艇更难掀起察觉于反应 MK486AT重型鱼雷的最高时速达到55节 约每小时101公里 最大续号能力在时速40节的状态下可达50公里 与舰龙级潜艇现役使用的德制SUT重型鱼雷相较 该重型鱼雷在导引及机动性能上面都超过了SUT鱼雷 最高时速比SUT鱼雷快60% 最大射程也远25% 更重要的是 如全程都使用急速冲刺 射程更高出150%以上 弹头的装药量与爆炸威力也大约提升了40% 潜艇战斗力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包括对前指挥系统指挥控制能力 潜艇装备性能 鱼雷武器性能及艇员训练水平 任何一个环节薄弱或出现纰漏 其战斗效能都可能发挥不出来 究竟台湾装备MK486鱼雷之后 潜艇战斗力会有何提升 我们将会持续关注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 请持续关注我们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